在今天的通车典礼中 教师张健、邓玉英遗族也来到了通车典礼的现场 见证历史的改变 同时也非常感谢相关单位编列经费进行改建 才能让建英大桥持续守护民众的安全 2019年动土新建新桥 除了扩大桥居外更设置景观台 也将旧京大桥的西侧留下60公尺长部分的桥梁 作为纪念廊道使用 张健、邓玉英遗族非常感谢 华丽县政府等多单位的协助 才能够让两位老师的精神得以延续 为了这个教育提升了自己的生命 那当时的蒋顾总统金国先生 非常的关心地方的建设 所以有了这座大桥 那这座大桥今天是新的大桥 我们家属非常的感恩 尤其是现在的许县长 然后先后他的先生 副立委都为了地方的建设 大力的争取 那争取到这座桥能够更新 能够照顾到这个花东两岸 不管是三星礼 不管是凤林镇来往的这个人民百姓 能够有一个回家安全的路 那也非常感谢政府 一直对我们人民百姓的照顾 在通车典礼后 县长许正位立委不昆奇 极多位民意代表一起走过第二代桥梁 也让当地的民众感受到两位老师 生命付出的伟大 建议大桥横跨花莲西民国66年 张建宇邓玉因变桥遭暴涨吸水撑毁 为了到校上课 冒险设夕不幸殉职 而这座用生命换来的桥梁 取两名老师名字的建英 命名为建英大桥 家属每年也都会到桥梁旁 举办追思会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